而同样是相当热闹的场面 圣玛利诺华人协会举办了中秋慈善晚会 也号召民众献出爱心把善款来作为当地的教育基金 希望可以替社区的小朋友们提供更优质的教育服务 为了帮助圣玛利诺学区筹集善款 并且给下一代提供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 圣玛利诺将于11月15号举行年度中秋慈善晚会 临近中秋节 主办单位还特别举办了会见开跑聚会 今年中秋慈善晚会将以爱买人间为主题 帮助完善社区的教育和学校的品质 为培养更多的人才出一份力量 活动当天 许多主流和华裔社区的人士前来参加 这两年过去 我们真的试图在整个区域的城市 第一世纪 第二世纪 我们都试图在每个人的中国 都能帮助到学校和市民 这就算是日子走上一个月 我今天是给我个名的同学 我希望他能继续借垫 在这个大学的城市 和学校的冲程中 还是继续借垫资源 這個社區本來就是很安靜很祥和的一個社區小小的喔 但是又很美麗所以呢 但是因為過去有這個差不多一年大家有一些意見對於這個城市的建築啦 因為我在建築是都建也做過這個主席喔 所以大家充滿了爭議所以然後就延伸到今年 所以我們就希望大家能夠和諧的相處這樣子 聖馬利諾華人協會中秋晚會始於1983年 至今已經有32年的歷史了 這個晚會除了為聖馬利諾學區籌集善款之外 同時也將中華文化介紹給了西方社會 架起了與主流社會之間溝通的橋梁 這次中秋晚會將有近千名的中外來賓出席 11月15號在盛蓋博西爾頓酒店舉行 屆時會有精美的佳肴表演以及慈善拍賣 希望社會人士積極參加表達善心 這個電話燈 我們在購買咖啡 兩天 感谢观看